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再次来到邵老师的海洋讲堂 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再次要访到来自中央研究院的邵广赵老师 老师您好 是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跟大家要继续的来聊在2020年全球10%的海洋 要划入保护区的范围这个目标 第一有可能会达成 那么第二达成之后他的挑战在哪里 那首先呢我们要先请教老师就说 老师现在这样看起来好像会成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了 如果2020年 因为2020年现在就是在三年后嘛 那已经10%了 那但是我们知道达到10% 就像我们之前跟老师讨论过的 你今天10%但是你有没有画对地方啊 假设你今天画的地方 这个这个富裕的成效不大的话 那这样子好像这10%的意义也没有那么的大嘛 对不对 那所以接下来10%之后还有许多的挑战 对不对 老师跟我们来聊聊好吗 好啊 因为这个 当然我们先假设他今天画的地方是 是对的话 但事实上你要知道这个落实管理才是最重要的 你画的保护区没有人在那边管 大家还是照样违法进去抓鱼 破坏 气体破坏 污染什么都来 那到最后还是没有用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paper park 纸上公园 图有那个名称在那里 但事实上没有发挥效果 所以怎么样去落实管理跟取缔 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事情 当然了 这个当然就说海洋保护区的话 是他们还讲究一些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面积要够大 你太小的时候 可能对很多鱼种 如果他每天活动范围很广的话 你保护不了他的 对不对 那第二个 你要这个怎么讲 你要连层网络 好 你如果单独一个海洋保护区 离他老远通通都没有海洋保护区 如果今天海里也会发生一些灾变 比如说冷水流来了 或干嘛之类的 突然无言无故死掉了 被破坏掉了 就没有办法再补充回来了 所以他们在强调海洋保护区的网络系统 就是让他们可以连层一个network 就是可以互相补充 因为海洋生物的诱生 都会随着海流流来流去 今天一旦我这边发生什么问题 一下没有余 就像来个土石流好了 海里面一样有土石流 就像我们今年6月 以前讲澎湖的2008年的寒灾好了 那时候澎湖的浅海的 很多珊瑚礁游都死光了 可是经过两三年以后 他们就都回来了 就是因为他们可以 从别的地方补充回来 所以是不是连层网络 这个其实也是还蛮重要 还有就是一个 每个生态系都要有代表性 你不能只花珊瑚礁 其他生态系都不管 所以需要有均衡的 像台湾好了 就讲台湾的珊瑚礁生态系 南北也不同 你不能保护区都在南边 北边没有 所以后来海科馆在潮接里面画了 我们也很高兴 因为终于在台湾北部的一些不同的鱼类 有一个保护区可以保护它 对不对 像这些都是管理了 还有就是你的 还有一个还很重要 就是监测 你画了以后 你要去看看有没有效果 对不对 因为你如果没有效果 就表示你有问题 对不对 一则是可能你的取地不够的 不够真的落实了 所以那有时候 我们台湾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所有包括国家公园在内 通通没有长期监测治疗 所以你常常问他们说 肯定国家公园 你已经有30 快二三十年的历史了 我请问你肯定的鱼类有没有回来 是多了还是少了 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答案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过去政府 一直没有愿意去做长期监测 所谓长期监测 一定要有固定的策展 而不是说我今天在这边做一做 明天在这边做一做 一个计划是给你一年两年三年没有了 方法换了地点改了 那以前的很多的保护器官 都是比较偏重在 我去发现新种 就报道一下 表示有贡献 但是你长期的这个 到底生态系变好变坏 鱼有没有多不知道 这个就是我们缺少长期生态调查 老师那是长期的去监测容易吗 要花钱啊 听起来很难的 政府问题是我们学术界没有人 政府不给你钱做这个事 为什么 因为学者也不愿意做 因为不是不愿意做 而是没有经费 他们拼命努力去冲那个SCI的paper 你知道什么叫SCI 就是短而小而点数高的 那种长期监测很难去写大报告 你要累积个好多年 你知道不像人家那种 所以没有人要来做 我去做分子演化快一点 好 对不对 一下去可以写一篇点数又高 我们升等啊去聘 对 所以这有很多的问题在这里 你申请计划也申请不到 因为你要比你的点数 你输人家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些 根本的问题了 那当然保护区本身要经营管理 也是一个很重要 你不能都靠政府去管理 为什么现在很早 他们就在谈一定要社区的经营管理 要社区当地居民愿意站出来 自己来管理那个保护区 才是才能够落实 才比较经济有效 又能够让当地多一点 这个怎么讲 工作的机会 收益 对 等等之类的 他们自己看着他 就让他能够知道这是身材工具 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像 我们现在在台东 这个富山禁语区 因为他们也是社区的人 自己在做 小流球也一样啊 他们有好几个 因为潜水业子 他们知道他们就靠那个身材 你不可能把它变坏 所以他们就会看得很紧 为什么国外那些岛国 比我们还落户国家 他在这方面赚很多钱 因为他们管得很严 他们知道 他们所有潜水客下去 不准碰珊瑚 他们带着你有一定的路线 海边你丢垃圾看看 你要被发很重的钱 诸如此类 所以他们这个都是要靠我们 这个大家一起来有这个共识了 当然你这个财务是不是健全嘛 对不对 这些等等 这些都是那一个保护区能够成功 都必须要考虑到的 而不是说我们今天 我画了一块了 完了 就好像是雨就会回来了 还是要有一些相对的投资 我觉得管理是很重要的 因为当时我还记得 我们去跟富山禁渔区那边的管理者 采访的时候 他其实也有提到管理的问题 尤其他像他就特别聊到说 因为他们是并没有收费的 他们就是你今天比如说 旅客他到了富山禁渔区 他要进去那块禁渔区里面去看鱼 或跟鱼玩 他是没有收费的 那我们就很好奇说 那这样子你们怎么去维持下去 或者说你们经营的动力在哪 他就说 但是他可以去买那个海藻馒头 给鱼吃 就说社区可能会有一些人 可以去做一些这个相关的 可以去想想哪些东西 是可以不对生态造成伤害 就可以去做 但是他接下来他又讲了一些问题 就是说当时游客很多 尤其是陆客很多的时候 那就造成了一些可能他们会 并没有那么遵守规则 或者就是拿馒头丢鱼 还是什么之类的 就是好像在管理的部分 他们觉得特别的困难 又加上他们就觉得说 怎么今天好像这块区域 是我社区在管 好像没有其他的人来 协助我们的感觉 那不过因为当然 这个已经在好几年前 也不现在不是很清楚说 他们有没有后来相关的一些 比如说他们所在的县市政府 有没有给他们一些 这个帮忙支助 但是我觉得这就让我想到 就是说其实管理的工作 真的是你今天保护区间 达成了这个目标了 或者是你今天这个保护区 化设好了 接下来那管理工作 实在太重要了 因为如果管不好的话 他根本就是白化了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管理还是最根本的 成功的关键 当然我觉得我们自己要 大家要守法 我们有时候大家守法的精神 还是不太好 这点是我们要必须要 自己要检讨的 是感觉不够 因为有时候真的 不知道为什么 有时候比如说 你就知道在这个地方 就不能丢垃圾 但你会觉得说 没关系 反正方便 方便吗 没有你看到 对不对 就是这种奇怪的心态 对 那所以在2020年 全球海洋保护区的面积 达到比例之后 老师刚刚有讲到说 可不是高减无忧了 其实还是有很多 我们要去做的 就像你本来90公斤 你受到成功健康的 受到50公斤之后 难道你就可以天天暴瘾 暴死了吗 当然也不行 所以你还是有很多 必须要去注意的 那尤其是 老师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我们也有 老师也有提到了 就是这也是在这个 保护区当中的一个隐忧 也是一个 大家好像有一点觉得 应该要去改善的点 就是说 其实这些海洋保护区 不是说每个海洋保护区 都是完全禁于 对不对 这就是管理的强度的问题 所以这个管理强度 是为什么国外最近在推套 就是靠管理的强度来分等级 把你一整个保护区 里面可能包括核心区 缓冲区 永续利用区 你一起来算 每一个面积 每一个区分区 我们叫分区管理 它所占的比例是多少 你去乘 你可以算出一个指数index 叫MPA index 你就可以知道 保护区整个的管理强度是多少 把它分成0到8 0是最强的 8是最不强 甚至完全不理的 所以他们打算用这个方式来做 他们在检讨的时候就发现 全世界那么多 15000个保护区不太有用 因为大部分保护区通通都是 很少很少 很小很小的完全禁于区 就像我们南方四岛距离来讲好了 这是最近报纸长在讨论 他们发现了这个鱼类聚集残暖的地点的时候 保护区人士想要把它化成禁于区 完全禁于区 但是鱼民不愿意 所以就折中结果就变成只有限制 某种鱼区愚法去作业了 所以全世界都有同样的问题 就是完全禁于的面积 现在算下来只有占1.89% 非常少的面积 所以他们就大声几乎 一定要完全禁于区才有效 这个比例一定要增加 面积一定要增加 数目一定要增加 所以这个我们其实在去年 前年就在生物团体行动方案 在修正的时候 我们除了海洋保护区的 所占的面积比之外 我们又新增了一项 叫做完全禁于区所占的面积比 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 我们其实比国外还更先进一点 已经想到这个问题了 对对对 就知道说 其实当你在执行一项措施的时候 有时候其实真的会开始 衍生很多的问题 是当初你没有想到的 然后其实海洋的最大的敌人 最大威胁到底是不是人类呢 很多人说是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只知道说 海洋很多的一些资源 都被人类给取用 所以人要怎么去做 就是说我们对应海洋 有怎么样的一些政策或做法 真的会影响他们很多 所以现在掀起了一股 所谓叫鳗鱼运动 这个鳗鱼运动 可以说是一种可以身体力行 也是可以一个很棒的一个概念 现在请老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其实鳗鱼可能我想不知道跟我们大家有个名词叫慢活有没有关系 所以我想简单的从那个字意上来看 它就是以前抓鱼抓太快了 现在要少抓一点就是要慢慢抓鱼对不对 其实这跟我们有一次在谈那个厉害 味道有点一样 就是我们要有点像复古的感觉 就是要回到以前那种家际型的鱼业 传统的补股方法 就像原住民在抓鱼 他们都有永续的概念 知道不能抓过头 我深有所感是我在2007年的时候 我去参加菲律宾的一个研究航次 做他们的研究船 在他们的菲律宾的东边海域开了20天 回来以后在开会港口的时候 哇 真是很壮观 上百条的小山板 就一个人在上面点了一盏小灯 他们在干嘛呢 钓那个透抽 就是那个屋贼就这样钓 他每条船就钓那个大概二三四条吧 他就不会再多抓了就回去了 就收摊了 虽然说在海面上 雨火点点大概有个上百条船 可是那个量其实是不多的 你知道 算少 我那第二天 我就回台湾了 回台湾以后 正好也是晚上 飞到台北的上空 我看到下面怎么 也是这个灯火通明 一点一点 我那时候再仔细看 原来是我们海上的东北角 北部海岸的灯火浴液 坟济网 他们点的是上万烛光的灯 用强灯来大量的很快的来抓鱼 所以一个叫做快快的抓 一个叫做慢慢的抓 鱼的志愿就这么多 你到底要慢慢的抓 让它可以永远抓下去 还是说你要很快的很有效力把它抓完 让它根本回不来 其实这个道理也是很简单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今天讲的 慢鱼的精神 你不要讲 这个已经被列在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里面的一项了 要恢复加济型的鱼业 让他们能够走入市场 因为我们过去因为大家福祉远洋鱼业 大型鱼业 缺点是他照顾的鱼民人数很少 是成就了一些企业 对不对 但他耗的有很多 他有过于的问题 他有弃货的问题 可是政府给他补贴却最多 所以这个其实在公平正义上来讲 其实是对资源的永续利用来讲 其实都是不对的政策 没错 所以这个慢鱼 我们就说慢慢 就是说在抓鱼或捕鱼 或者是我们对待海洋资源的方式 我们现在都要slowly 要slow down 要慢慢来 就说对消费者而言也是 我在想说消费者其实在面对 就是吃海鲜这件事情 也不要那么急 很简单 就是大家都愿意去付比较多的钱 因为鱼抓少了 价钱一定上来 因为毕竟就说 不要觉得一定要吃什么 或者是要吃很多 我觉得这种观念 迟早真的都就是会要被推翻的 好 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了海洋保护区 在2020年的达到10%之后的挑战 以及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 所谓现在非常流行的概念叫慢鱼运动 也希望我们身为消费者 或是我们渔民朋友 都可以从中来汲取一些知识 那么在用实际的行为 来改善我们的渔业资源这样子 好今天很谢谢老师 好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